玩線上遊戲還能當勇士 由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邦尼優公司與宜蘭縣政府 共同策劃的環保防災勇士PK賽 特別設計一套遊戲 只要答對問題就可以佔領土地 讓小朋友從遊戲中學習 加深環保防災知識 比如說我們下列物品 有哪些是可以做資源回收的 小朋友在選擇題或者示威題當中 他可以去做答對或者選擇1234 所以他們在這樣子的一個 工程掠地的概念 很重要的就是台灣環境 還有我們宜蘭 南洋溪的一些生態 都可以讓他們去學習 全縣49所學校有147位同學 參加PK賽 最後選拔出的冠軍也將代表宜蘭 參加國際杯環境教育電競大賽 也是我們全人類要積極去面對的問題 那可以改善我們的氣候跟環境 讓每一種物種都有一個生存空間 那我們宗教處就設計了一個電競跟PKM一起結合 把環保智能放在小朋友最喜歡的電競遊戲裡面去 我們寓教娛樂 空氣污染 水污染都與生活息息相關 如何珍惜環境資源也是每一個人的功課與責任 宜蘭新聞記者黃柱和採訪報導